郝总长等一行抵达金门之后 由房区司令官陪同 前往列宇及金门各三军部队巡视 郝总长看到官兵们各个身体健壮 实气旺盛 极表欣慰 在巡视金门期间 郝总长深入各第一线碉堡阵地 慰问驻军官兵 除了转达蒋总统金国先生的关怀得意之外 并且提前向官兵祝贺秋节 他同时勤勉三军官兵 积极加强战备训练 以其早日完成灭匪圣匪的神圣使命 郝总长搭乘专机飞抵澎湖 代表蒋总统向房区三军官兵贺解 郝总长在巡视防务时 也勉励干部们 把握正确的做事方向 在战备纲位上自立自强 郝总长强调 做好管理训练 就是达成任务 郝总长对房区战备训练 有长足进步非常满意 他只是三军部队长 更求精进 在巡视防务途中 郝总长对三军官兵精神饱满 战志昂扬 极为赞许 郝总长及王主任抵达基地后 受到空军总司令郭汝林将军 及官兵们的热烈欢迎 郝总长在郭总司令的陪同下 曾经巡视了跑道头 警戒待命室 地勤修复小组 军电中队 任务管制中心 及模拟机事等单位 加冕官兵们坚守岗位的优异表现 郝总长并且送红包给官兵们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空军官兵对郝总长的关怀跟 未免都极为感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郝总长 郝总长是由海军副总司令李中将等陪同抵达东沙 随即视察岛上各碉堡阵地据点 并探望驻军各项生活设施 郝总长对全岛守军在指挥官率领下 战备跟训练或致相当的成效 声表嘉许 郝上将向岛上官兵讲话时指出 全岛各项设施都按预定的计划执行 尤其医疗设施良好 水电供应不宜匮乏 值得欣慰 并指示加强文康休闲活动 和生活环境美化等工作 以提升官兵生活的素质 郝总长等一行 已经结束了巡视慰问的行程返回台北